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和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全国最早实行沿海开放的城市之一 今年来,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 2010年底,福州成功创建中国温泉之都,成为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省会城市 福州依山傍海,气候宜人,暑暖湿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适宜观光旅游 福州大帝,人杰地灵,奇景遍布,拥有三方七象,马尾传政,闽江游,青云山,金汤温泉等美景奇观 走出了林则徐、沈宝珍、颜复、林绝敏、冰心、林徽因、陈景润等名人志士 走进福州,有山、有水、有江、有海、有庙 天赐的美丽景致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出有福之洲的无限魅力 福州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山蕴秀色,水寒灵气,风光以拟,景色宜人 天然绿色的山水生态之旅,让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拥抱自然的宁静 福州还是一座泡在温泉里的城市 福州温泉水量大,水质好,水温高 最高温可达108摄氏度,素有金汤之域 千百年来,温泉一直是福州城市文化传承的载体 遍布城中的众多温泉旅游景区 各具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国温泉之都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福州市大力打造三方七项 马尾船政、潭石山、寿山石等四大文化旅游品牌 以及温泉油、敏江油、生态油等特色旅游产品 进一步提升了福州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初步形成了融观光游览、文化体验、休闲度假 购物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 和较为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 以达到了一游一乐、一居一夜的优良品味 同时,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 是对台交流的重要窗口 我们将发挥对台的特殊优势 努力把福州打造成海峡两岸便捷、实惠、繁荣的 旅游黄金通道和集散中心 在铺天盖地的溶音下 细品茉莉花茶的优香 泡在绵软的温泉里 呼吸融成清新的气息 感受历史的深厚底蕴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福州 那就是幸福之州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福州旅游 那就是幸福之旅